唐秋夕 除了我这个没有尽到责任的母亲之外 你也有责任 责任 你凭什么跟我谈责任 你叫程静天来跟我胡说八道一番 就像把你二十几年来的责任一笔勾销 然后抢走我的儿子 这叫责任 君君是我的儿子 我没必要跟你抢 二十多年来 我朝思暮想就想见到儿子一面 可现在呢 他连看我一眼都不肯 要说抢 是谁抢走了我的儿子 当年你跟程静天跑了 就该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怨不得别人的 你误会我了 我跟程静天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老天爷可以作证 他是可怜我 同情我 所以他才帮我 帮我找工作 那个时候我迫不得已的离开 因为我想人活过得更好 我想养活你们 你胡扯 全中国就只有程静天能介绍活给你吗 家乡的工厂天天缺工人 你怎么不问我 我有机会问吗 你天天喝得烂醉 跟你说句话就要被打个半死 借口 这不是借口 是事实 那个时候你整天喝酒 你想过赚钱养家吗 你想过我们母子吗 因为酗酒导致工商丢了工作 就整天骂骂咧咧满怀仇恨 这点你能否认吗 你住口 你就是闲凭爱父 你吃不了苦 才抛家妻子离开我们的 你整天对我非打计马 你就对得起我吗 够了 是个孤芳有多苦 你 你知道我离开我的亲生儿子 有多痛苦吗 可那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太苦太难了 我是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必须自己先找到一条活路 我才有能力 有能力来照顾你们 可是 可是等我稳定下来 再来找你们的时候 你已经带着儿子离开了 说谎 少在我面前睁着眼睛说瞎话 难道这二十几年来 你就找不到少君跟我吗 没话说了吧 你再编吧 你再编吧 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我找过呀 我找了无数的地方 我找了无数的人 我都用了无数的关系 这些你都想象不到啊 可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你们会改名字啊 改名是为了躲那些债主啊 不改名字 少君和我还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今天吗 就因为这样 二十多年断了你们的音讯 茫茫人海 你让我从哪儿找 不是 不是的 事情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这二十几年来 我告诉少君的一切才是事实啊 不是 作者 你们会被你绑得走 你 我都在编辑 第二为了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呀 你们有 我有 你抛下我们父子 你爱的是程敬天 你爱的是他的钱 你只爱钱 不是的 我爱的是你们 我爱的是君君的 你 你说谎 你这个贱女人 你怎么骂我 和我都没有关系 这二十几年来 失去你们的音讯 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惩罚了 我只求你 你不要再让我失去决决 我只求你能让我跟他相认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弥补这些年来 对你们的亏计 唐秋夕 你亏欠我们父子太多了 是你让我对人失去了信任 让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 让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 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就算你有再多的钱 也是挽回不了的 我知道 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亲情 可是这些年来 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们 你还记得那条玉坠项链吗 现在应该在你手上 我一直随身佩戴着他 我一直随身佩戴着他 我一看到他 我就想起了 许久以前的那个少大壳 那个善良 正直 热情的少大壳 这些年来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 我从来没有改嫁过 我 我依然是君君的母亲 我依然是你的妻子 这 这是真的吗 人生都过了大半辈子 你我都什么岁数了 我何必骗你 板东墨 我真的错了 我 少女为了我 而毁掉了自己人一辈子 是我害了这孩子 不许是你的错 我也有错 我每天都在自责 我当初用逃避来解决问题 造成了那么大的误会 我们俩俩 我们俩都太自私了 总是想着自己的感受 却没有想到会给君君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君君是无辜的 我只求你 我求你救救他 我也只有你能救救他 我一直告诉少君 说你是认钱不认人才会跟程敬天私奔 让他不断地恨你 让他发誓要出人头地 秋夕 秋夕是我对不起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弥补这一切 过去的事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现在只希望 希望你能解开俱举这个心境 让他走出仇恨 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好 我马上叫他过来 好好跟他解释 这 这怎么 这怎么 这是军军的手机吗 可能是走得太匆忙 丢在这儿了 就先你别担心 儿子会再回来看我的 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解释清楚 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吧 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可这会儿 多等一分钟 我都觉得是那么难受 那我就是要命 你被人的家伙下 我就是要命 也要命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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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激动 冷静点 丽娜处事我难辞其咎 如果前一天晚上我能 答应跟她见面的话 也许她就不会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吗 她活着的时候 你竟该好好照顾她 你懂吗 我知道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终了这个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现在呢 丽娜已经不在了 我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父亲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也是我最守得的人 她现在一个人在敬老院里面 我希望有机会的话 你偶尔能去看看她 为什么找我 因为我们是敌人 你也了解我 而且你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 我父亲喜欢事业成功的人 这个理由听起来也许有点牵强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人可以信任 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曾经做了很多坏事 伤害了很多人 尤其对不起程华和妮娜 可在这之前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并没有觉得错 荒谬吧 可是现在 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荒唐 多么的无可救药 为什么等到一切无法弥补的时候 我才值得后悔呢 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 照顾我的父亲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感谢你 我曾经也伤害过你 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等一下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 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我只是想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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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小心 少君 让一让 神经病啊你 少君 你这是怎么了 少君 少君 程华 怎么了 我刚刚看到少君了 可是他显得好奇怪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快上车吧 在那儿 是少君的车 快给董事长打电话 他应该也在路上 他在里面 是少君 他叫你 他叫我 你 我 你 他叫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好 他知道了 快点 他们去东方城郊外了 快一点 好的 顾事长 叫你这样说来 难道少君 是因为债务缠身才向我看 所以打算借这个方式来解套 他对丽娜的死耿耿于怀 我想这也是个原因 糟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没油了 那怎么办 喂 董事长 好 成花 对不起 我利用了你对我的爱 进行我对你们的报复 我错了 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 但是请求你原谅我的父亲 他不是有意的 我对你的亏欠 只有来世在报了 李娜 我利用你对我的信任 差点搞垮了安室 让你远走他乡 最后我连见你的勇气都没有 是我的懦弱 害你丢了性命 可是你再也不用怕了 我马上就过来陪你 你去哪儿我都保护你 你开心吗 我真希望快点见到 是他 你 我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